總統賴清德任內第一次國慶文告 中國國臺辦回應是新兩國論 並且在十號派出了二十架次的共機 十艘次的共艦擾臺 而中方昨天晚間也發射了載運火箭 經過我防空識別區 我駐美代表余大雷近期 就接受了美國雜誌外交家的專訪時指出 為了緩解美國對臺軍受延宕的問題 臺美已經開始就共同生產 以及研發武器展開對話 總統賴清德任內第一次國慶文告 引起中國國臺辦強烈不滿 發言人陳兵華發出長達三頁聲明 批評內容鼓吹互不隸屬的新朗國論 編造台獨謬論 煽動兩岸敵意對抗 並在十號一整天派出二十架次共機 十艘次共艦擾臺 以及發射運載火箭 經過我防空識別區 要不是六十六年前 不分你我先來後到 也不分族群 共同合作 團結守護台風肩馬 才有辦法守護住中華民國 十一號重陽節這天 賴總統前往桃園榮家探望榮民 再次感謝當年參戰八二三砲戰的官士兵 保家衛國貢獻 針對賴總統國慶演說 美國國務院則回應 北京當局沒有理由將臺灣例行的雙十 慶祝活動作為軍演藉口 敦促中方保持克制 而我駐美代表余大雷近期接受專訪時指出 為緩解美對臺軍售延宕狀況 臺美已開始就共同生產及研發武器展開對話 目前投論方向是在臺灣生產或組裝對美採購的軍備 使臺灣成為軍事供應鏈的一環 同時美國主導成立了新區域聯盟印太產業任性夥伴 在夏威夷召開首次會議 武股防部軍備副部長徐彥浦 也出現在與惠成員照片中 新商人的日門首相是破茂助席東協峰會 與中國院總理李強在場邊進行會談 根據日本外務省新聞稿 是破茂向李強強調 臺海和平穩定極度重要 武外交部指出 日本高度重視臺海的立場不變 也是當前國際民主陣營共識 GPC正林綜合報導 既然要記geht尾 稿 nostro知名